我都会很恶心 是关于蟑螂的 可以 好的 一个是我戴着帽子 我做得失 然后我在用电话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隐隐约约 我以为是头发 在我的帽子上面 然后它爬下来 其实是蟑螂 然后情况二呢 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这里很痒 我就这样 然后我发现是蟑螂 吃下去了 没有吃 我咬到它 哦 哇 然后你有拿出来看吗 是是半截是吗 没有 没有啊 第三个是我在地上 读书做功课的时候 嗯 因为我这样子写 然后我以为是我的头发 然后很痒 我就一把这样抓 然后丢 然后斜眼看到我的头发 在动 跑走 其实是蟑螂 好恐怖 好像一个恐怖故事这样 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没有冲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的 第二个 嗯 我 我很喜欢闻我 呃 就戴手表嘛 男生戴手表 嗯 我很喜欢就是 运动完 跑步完之后 然后就 闻自己那个 忘带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超级喜欢 呃 加油站 那个 添油的味道 对不起 我刚才这样 讲三个全部是真的 对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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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啦 就有一个是假的 有一个是假的 有一个是假的 我觉得没有冲两是假的 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还是你 还是你 还是你真的没有冲 有有有 有有 嗯 对了 就被你猜懂了 哦耶 所以你觉得哪一个是假的 哪一个是假的啊 帽子的 还是嘴巴的 还是那个头发的 我觉得 嘴巴的比较像 假的 对 嘴巴的很不可能啊 是假真的吗 最会决定 嘴巴的 假的 嗯 那是假的 耶 对 那个闻 闻手表 可是我也理解 很臭 对 很臭 很恶心 但是我很喜欢闻 这个没有 可是你闻了过后 你会 这样 不会 我喜欢 我喜欢 而且有些时候 你知道我们鼻孔嘛 每天 你会挖鼻孔 闻一下那个 那味道 我觉得这个是 你独特的一个经验 真的 包括耳朵也是啊 我冲完凉 我会拿那个套耳朵 我会闻那个棉花棒 真的啊 真的 我真的会 我又不相信你 我真的 我很多 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啊 嗯 哦 当然不会 不给他看 你们要先阻碍他 然后才发这个视频 对啊 前面写 这我私人时间 对